这个单亲妈妈突然意识到 刚上高中的女儿进入了叛逆期 她只是嘱咐女儿寄的吃晚饭 女儿却在同学面前对她甩脸色 不仅如此 女儿在家总是对她摆着一副臭脸 她跟女儿说话 对方却总是一副懒得搭理的样子 他们明明都在客厅里 女儿却坚持和她用手机交流 女儿在卧室挂着严禁入内的牌子 一放学就窝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香芝不明白 为什么女儿对她会是这种态度 店里的顾客告诉她 这是青春期孩子的叛逆变 顾客们开导她 说等孩子长大参加工作就好了 不过香芝不愿意等 她决定要好好治治女儿的臭毛病 但是该如何反击呢 香芝一时间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直到这天晚上 她看到了被月光照亮的便当盒 这一颗香芝 突然灵光乍现 心里也诞生了一个好主意 隔天早上五点 她早早起床 然后给女儿准备中午要吃的便当 今天是女儿双夜读高中的第一天 她决定送给双夜一个大惊喜 在忙碌了一个半小时后 她把精心准备的便当递给了女儿 中午吃饭时 双夜打开了香芝给她做好的便当 这是一份可爱的小红帽便当 也是幼儿园小朋友才会带的午餐 小红帽便当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 双夜一向高冷的人设也彻底崩塌 可爱的便当让双夜觉得很丢人 所以放学后她是跑着回去的 这是双夜近两周第一次主动对她说话 香芝露出了得意的笑 她无意中瞥见桌子上的广告海报 脑海里又涌现了一个灵感 第二天她又一次五点起床 继续给双夜准备着午餐 她决定把讨人宴的便当进行到底 直到双夜改变态度位置 而当中午双夜打开饭盒时 里面是一份狂野大树盖饭 在这之后 香芝每天都早起给双夜 做各种各样的便当 当她晚上喝醉时 做的是鱼肉茶泡饭便当 当她白天在木工店打工时 做的是木工浇水便当 而当她晚上做噩梦时 她就在米饭上画出真子的图案 因为便当太有个性 在中午围观双夜的便当 变成了全班同学的固定活动 闺蜜们有劝双夜 让她不吃便当来表达抗议 不过双夜没有答应 因为在她眼中 不吃便当就代表着认输 她决定跟妈妈耗下去 直到对方没有新花样为止 正如双夜预料的那样 在连续做了三个月 不同样的便当后 香芝的灵感终于枯竭了 这天早上香芝依然早起 但直到天亮 她也没想好做什么便当 等到双夜要出门时 她只能手忙脚乱地 把两个饭团塞进饭盒里 而目睹了这一幕的双夜 也在她面前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在香芝为灵感枯竭犯愁时 大女儿若叶刚好回到家里传门 她对若叶说起这件事 若叶给她出了个小妙招 这个主意很不错 在第二天她给双夜 做了份流言便当 原来双夜在家吃饭从不洗碗 如今同学和老师 都知道了她的坏习惯 之后事情的发展如香之所愿 流言便当立即有了效果 当天晚上双夜吃完饭后 破天荒的第一次洗了碗 虽然流言便当有了微弱的效果 但双夜的态度依然很恶劣 双夜还是从不主动和她说话 也依然对她一副爱达不理的样子 香之很无奈 也一直弄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直到她无意中捡到双夜的日记本 她才有了窥探女儿内心世界的机会 笔记上有双夜写的诗句 她只看了一眼就被诗句所震惊 笔记上写着 宇宙独我 失路之夫 仅我一人 此地甚冷 大声几乎 无人听闻 虽然诗句的中二气息很浓厚 她还是在其中察觉到了 双夜的迷茫和孤独 此刻她也恍然意识到 在之前的那些年 她似乎真的没怎么关心女儿的成长 在十二年前 香之原本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那时候她的丈夫还健在 她的两个女儿和她都很亲近 不过在之后 丈夫在外出买烟时被卡车撞死了 她变成了单亲妈妈 也肩负起了抚养两个女儿的重担 为了维持家庭开销 她常常打好几份工来赚钱 也正因为这样 小女儿双夜一直由大女儿若夜照顾 从那时候开始 她与两个女儿的交流也渐渐变少了 如今若夜已经搬出去独立生活 而双夜却进入了叛逆期 回想起这些年的种种 香之终于明白了 双夜对她有隔阂的原因 她想和双夜恢复往日的那般亲近 也想弥补自己前些年在陪伴上的缺失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她每天都坚持给双夜做便当 她袭击着通过做便当的方式 慢慢拉近与女儿的距离 时间来到两年半之后 此时的双夜即将高三毕业 香之在便当里给双夜留言 让她尽快决定毕业后的去向 其实双夜也很苦恼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有同学要去读大学 有同学想直接参加工作 而她却对此完全没有头绪 她在巴掌岛出生和长大 也从来没有去过岛屿之外的地方 在高三的下半学期里 她一直在纠结和迷茫中读过 她常常独自坐在岛边 一个人在笔记上写着自己才能看懂的事 三年来双夜的便当已经全校皆知 她的发小达雄常常来她这里蹭反 她一直暗恋着达雄 但因为怕被拒绝才一直没有表白 这天她照旧去岛边写诗 背着太古的达雄也刚好来到了这里 与迷茫的双夜不同 达雄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她想去东京参加太古比赛 然后在东京站稳脚跟 再成为专业的太古选手 看着达雄阳光自信的笑容 双夜也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她提交了志愿表 她的目的地也定在了东京 虽然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 但她想和达雄去同一个地方 她填报了东京的大学 脑海里幻想着和达雄在一起的画面 时间在憧憬和期盼中悄然流逝 双夜也即将迎来毕业的日子 闺蜜们都知道双夜喜欢达雄 并且都怂恿她在毕业前大胆表白 于是在当天晚上 双夜拉下脸请求妈妈叫她做便当 向之知道双夜肯定是想要表白 所以毫不犹豫答应了她 做便当时向之告诉双夜 只要怀揣爱意 做出来的食物就一定不会难吃 在妈妈的帮助下 双夜顺利地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份便当 第二天是岛上一年一度的庙会 这也是双夜准备表白的日子 她带着亲手做的便当 兴奋地在庙会寻找达雄的身影 不过当她找到达雄时 却发现有人已经抢先一步对达雄表白了 有其他女生也喜欢达雄 送完便当后还亲了达雄一下 这段恋情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 失落的双夜又收到了第二个打击 班主任打来了电话 双夜被报考的大学刷了下来 连接的打击让双夜很失落 她的心情瞬间从山峰跌入了低谷 在她18岁的认知里 一点点的挫折似乎就意味着天蹦地裂 她为了喜欢的人而努力 看一看但还没出发就被外面的世界拒绝 这也让她觉得生活很无情 任何努力都只是徒劳而已 当天晚上香芝做了份留言便当 便当上写着她鼓励双夜的话 看到米饭上努力不会白费的留言 双夜像被戳中痛楚般突然情绪失控起来 她用力把便当摔在地上 接着就哭着跑回了房间 香芝想和她谈一谈 她却大喊大叫不让妈妈进房间 最终在两个女人的撕扯中 卧室的门被硬生生掰断了 这次吵架之后 双夜气冲冲地离开了家 当天晚上她去了姐姐家 姐姐给她做了一份蛋包饭 看到熟悉的蛋包饭 她喃喃自语 我们小时候好像常常吃蛋包饭 姐姐对她说 一般只有很穷的人才会经常吃这种食物 每当月墨手头紧张时 用剩下的食材炒饭是最省钱的吃法 这时双夜才想起来 自己和姐姐以前经常吃妈妈做的蛋包饭 她此刻恍然明白 那些年妈妈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吧 第二天早上 双夜怯生生地回到了家 她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但妈妈却并没过多责怪她 我已经炸了 我只能炸烤 所以我炸了芋子 请你 你才会罵 你还没有装 似乎是被妈妈的乐观和坚强触动 双夜终于低头对妈妈说了对不起 妈妈欣然接受了她的道歉 并且告诉她已经给她做好了便当 中午吃饭时双夜打开便当 米饭上依然写着努力不会白费几个字 想到妈妈不计前嫌重新做了便当 双夜一时间既感动又愧疚 她感谢着妈妈的温柔和关爱 内心与妈妈的距离也慢慢靠近着 之后双夜不再抗拒和妈妈交流 也会主动告诉妈妈自己未来的打算 她开始为求职做准备 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她依然想去东京闯一闯 这一次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在出发前往东京面试时 姐姐和妈妈都来到码头为她加油打气 妈妈在便当里放了一颗洋葱 告诉她洋葱可以有效缓解紧张 在面试前把洋葱放在肚脐眼那里 到时候你就不会紧张了 双夜觉得这种方法很幼稚 她嘟囔的她绝对不会那样做 不过初次踏入社会参加面试 双夜还是不出意外地陷入了紧张 这时她想起了妈妈送的洋葱 于是拿起洋葱放在了肚脐眼的位置 或许是洋葱真的有效果 双夜在面试时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 她应聘的是一家料理公司 也在最后顺利通过了面试 之后双夜回到了巴掌岛 等待着高中毕业典礼的到来 在毕业前夕的那段时间里 妈妈依旧每天给她做便当 前一天母女三人一起做饭 第二天的午饭就是家庭烹饪便当 前一天她们去泡温泉 第二天的午饭就是温泉主题便当 前一天妈妈学了汉字 第二天便当里就附赠了猜字游戏 同学们都围在她旁边解谜 直到有人猜出谜底 同学们才会准许她吃饭 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温馨 但生活却没有如愿继续平静下去 这天在放学后 双夜发现妈妈晕倒在院子里 因为长期的过度劳累 相知出现了中风的早期症状 幸运的是症状比较轻微 只要住院一段时间就可以治愈 想到妈妈是因为自己才患病 双夜心里涌上了无尽的歉疚和心疼 她有了放弃前往东京的想法 打算留在岛上照顾妈妈 然而相知没有同意 她不希望双夜停下外出闯荡的步伐 她觉得双夜在毕业后就应该入职 自己不能成为女儿追逐梦想的阻碍 双夜因为去留问题和妈妈吵了起来 最终她耍起小脾气离开了医院 她去找姐姐倾诉 在姐姐的安慰下她又觉得很后悔 明明知道妈妈的辛苦 却在交流时总是没办法控制情绪 她有努力试着改变自己 但在吵架时自己的态度总是很恶劣 情绪失落之际 她再次觉得生活的很多事情 即使努力也没有好结果 而在另一边 相知始终惦记着双夜的毕业典礼 她已经为双夜做了三年便当 毕业时的最后一份绝对不能缺席 于是当晚她让弱夜带自己离开医院 一个人在家做起了便当 因为中风双手无力 她就用两只手握着刀切菜 在写留言时手指发酸 她就左右手来回交换 在熬了一整晚之后 三年来的最后一份便当也终于完成 第二天早上双夜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若叶把这份毕业礼物转交给了她 她抱着若大的便当走向学校 路上不停地抱怨便当真的太重了 在参加完毕业典礼之后 很多同学都跑到双夜的教室围观 在众目睽睽之下 双夜有些难为情地打开了便当盒 第一层是荤素兼具的配菜 同学们都发出了赞叹和惊呼 不过当双夜打开第二层时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里面是一封食材做的表彰信 信里蕴含着妈妈对双夜不止三年的爱 是我亲爱的女儿 我做了三年让你嫌弃的便当 你也忍着连续吃了三年 这份忍耐力值得表扬 特赐表彰你的忍耐力 感谢观看 在故事的最后 双夜给医院的妈妈做了一份便当 她在便当里写下了保重身体四个字 祝愿妈妈能早日恢复健康 便当底下还藏着一封回信 那是双夜在离开前想对妈妈说的话 她感谢妈妈亲手为她做了三年的便当 感谢妈妈用爱包容她的不懂事 她也很庆幸在自己的叛逆期 妈妈能用做便当的特殊方式 坚持与她沟通交流 如今她也对妈妈承认 自己很喜欢吃那些招人嫌弃的便当 为了能像妈妈那样做出美味的便当 她决定要去东京从事料理行业 妈妈的坚持和努力也让她终于明白 努力可能会没有结果 但肯定会是有用的 在未来她会怀揣着这份信念 去对抗18岁之后未知的事件 而随着这个少女踏上远方的旅途 这个温暖的故事也至此结束